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动机车终于出现在市政府 基隆市长谢国良欢迎各场牌来投标 中华汽车总经理特别来拜会市长 就电动机车交换意见 并且用具体的机车展示来说明投标的决心 画面上是中华汽车总经理 特别来到基隆市政府 拜访市长谢国良 而且也在市府一楼大厅 展示这款白牌电动机车 让各界能够多加了解 基本上这台电动机车的性能 对于克服基隆的多山地形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这台车 第一个它的跑波率非常好 然后它只要充电30分钟 就能够跑70公里的一个路程 所以这台车子其实是最适合 我们基隆市多丘陵 然后也比较多年轻人使用的一个车型 那我们非常感谢谢市长能够提供这样的专案 那中华汽车也会全力来配合 谢谢 市长谢国良也和中华汽车进行交流 市府将把这款电动机车纳入选项之一 也乐见更多厂牌来响应基隆的电动机车专案 很高兴中华汽车的陈总经理 玉龙集团的来访 首先我们会把e-moving 纳入我们新年天空机车的方案的一个型号之一 第二我们会在未来讨论好一定足够的数量的同时 去思考如何建置足够的充电站 并且在这些充电站搭配生活方式一个机能 我们开玩笑的称呼它lifestyle充电站 就是可能车子要充电 maybe人也要喝一杯咖啡也需要充电 第三就是玉龙集团中华汽车 包括他们的这个型号在内也有表达 可以跟市府未来讨论在这个交通便利的地点 提供电动机车来作为基隆市未来的共享运具 这些都是我们乐意看到的 市长谢国良也感谢机车厂商能够用具体的行动 来回应基隆推动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政策 期盼在各界共襄盛举的情况下 能够给基隆通勤的年轻人多一点的关怀照顾 我们会有其他的场合 但是我们很开心 一目饼今天愿意站出来 公开的表达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公开的表达 愿意来跟基隆市府合作 那基隆市府也会展现诚意 会来积极的跟他们合作 我认为会有很多人会思考 会希望跟市府合作 因为我觉得跟基隆市府的合作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案例 进而延伸到这个其他的县市 其他的具规模的合作对象等等 甚至我开玩笑讲 未来不跟我们合作的人 也许有一天会后会也说不定 所以我们原本就是这样想的 市政府补助3万块 这个工业局跟环保署 约略补助1万块 4万块就要做出一台 这个好的电动机车 各位看起来这台车 我是不想帮车子打广告 但我觉得一台白牌的电动机车 可以骑到100 100公里 100公里有点太快 千万不要骑机车骑到100公里 OK 那我觉得这个的性能会不好啊 所以批评的永远都会批评 我都是跟大家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就是会继续的 一步一步走下去 其实也有其他的厂牌的企业组 我们已经都也碰过面 那这个也愿意表达跟我们合作 我们会陆续的再告诉大家 因为大家也很关心这个议题 非常感谢 我们会陆续的再告诉大家 相关更多的进度 更多的讯息 跟只要我们一确定对方这个不怕压力 可以展出他们的车型的时候 我们会继续的展出 其他要跟基隆青年朋友合作的车型 都是四万块 都是四万块 但是大家会看到 maybe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车子 让这些青年朋友 有可以选择的空间 记者黄仁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仁爱桥已经使用40年 4月10号开始正式封闭重建 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 一早就到现场待命 呼吁驾驶人配合改道 议长同志位也到现场了解封闭后 实际交通车流情况 要求相关单位务必做好因应措施 降低对周边居民和商家的不方便 车来车往仁爱桥 工程车辆陆续进驻 4号上午10点一到 正式封路 封闭前 工程员将地面上的标线 重新漆汇 路边挂上新的号字牌 提醒用路人记得改道 这个工期有300天的 那这个人带球又是属于 这个我们交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 那对交通的冲击一定是难免 那我们已经跟交通队跟公车处 都已经有做好一个相关的一个配套措施 那也请交通队这边来帮忙 就是沿线有一些像爱一路 校外路这边是主要的通道的部分 我们会加强来执法 那避免那种这个临时停车的问题 那也请那个益教这边的同仁来帮忙 负责指挥疏导交通 因仁爱桥封闭改建 部分公车站牌也将调整 不过还是有民众不知道封桥的讯息 在现场迟迟等不到车 路要放上去啊 路要放公车 路要放上去啊 我以前坐公车你知道吗 没有啊 你吃客户的而已 客户吗 没人跟你说的吗 没有啊 配合那个仁爱桥事工改道 那我们公车有一些措施啊 就是有一些配合事工来改道的一个路线 最主要是包括我们七堵跟软软的这个三字头 这个四字头跟六字头的公车 他从综艺路以后要右转爱一路 然后到这个仁爱桥这边的这个仁武路这边左转 那到回去那个七堵 所以这个是我们民众要特别注意的 那另外到安乐区501 502的这个公车 我们从北站那边港西街回来以后 就会右转综艺路上这个中山一路 然后直走这个成功二路上这个安乐路二段 一段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改道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警察局出动了远景 一交在现场指挥交通 另一头脱掉车 也针对周边的违规车辆加强脱掉 仁爱桥改建工程的部分 那因为相关型的洞建 做蛮大的一个改变 因此我们这边除了配合这个工程单位 做相关的交维计划之外 由这个承包商这边也聘请了一交 那本身我们警察局的部分 有针对临近的14处重要路口 来加强上下班尖峰时段的交通疏导 那希望驾驶人行进这些路段 要配合我们远景的指挥 减速慢行 那另外也针对临近的这些路段 例如这个校医路 爱医路 这个比较容易有违规停车的部分 我们会来加强脱掉执行 那希望驾驶人不要在这些路段 来坐违规停车 这项工程封闭长达300天 周边店家也担心受到影响 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上午也特别前往 了解仁爱桥封闭的情形 要求公务处要做好相关的措施 降低民怨 这个市中心的仁爱桥 是我们基隆市中心交通的心脏地带 那因为这个安全的问题 然后考量桥梁老旧 所以市政府公务处决定在今天开始封桥 然后准备施工 预计大概300天 那影响层面其实非常的广 那我们也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 做好横向的联系 包含各个水电瓦斯等等的单位 都要求配合好 横向联系是非常重要 我们也要求市政府设立群组 方便地方里长议员 还有我们这个相关的单位来做沟通 交通公车都要做改道 所以我想影响层面非常大 那我想一开始居民可能不适应 希望市政府加强的沟通 让市民去习惯 那我们也务必要求这个尽快完工 那我们市议会也会全力来监督 刚刚一来一来的时候 我也在特别要求公务处 有没有特别在跟住户 做相关的沟通跟访问 那我们会希望公务处 完成所有居民的需求 因为毕竟居民就住在旁边 店家也就在旁边 所以影响生意的层面也会相当的广大 所以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尽力 来配合周边商家跟居民的所有要求 公务处强调 让埃桥改建公期为300天 会努力如期如职完工 希望在明年2月初 农历过年前就能完工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位在金融东岸商场的建书店 欢喜开幕5周年 特别事办假日期间24小时不打烊 结合多种艺文活动和特调饮品 市长谢国良也邀请民众 一起来体验书店的白天和夜间 各自精彩 24小时建书店 基隆卖向书香城市 位在基隆东岸商场的建书店 5周年了 将特别事办假日期间24小时不打烊 书店团队并规划丰富的走读 电影分享音乐美学等活动 常逛24小时书店的市长谢国良 跟我话局长江廷梅 也特别来到建书店 力挺书店事半假日不打烊 让基隆迈向书香城市 那其实24小时的书店 它其实就是日跟夜间 就是实践美好生活的一个想象 那我自己一个人 当然不敢做这么大的梦 那这个梦呢 我真的需要 真的要感谢基隆市政府 县市长跟局长他的支持 还有我们很优秀的基隆建书店的团队 因为你看到里面的 我们不管是地方 人文文学 电影音乐美学 创作跟走读 建书店都有这样这么 就是你看到这么齐备的人才在这边 我们晚上呢 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部分 因为我们邀请到了四个导演 四个非常厉害的导演 分别是张慧晶导演 张作季导演 梁君杰导演 跟李怡芳导演来做电影的分享 那再来就是我们晚上有走读 欢迎参加我们晚上的走读活动 以及文学的部分 我们有邀请到了廖志峰 影城文化的廖志峰大哥来帮我们做分享 那简林老师呢 也是在地的非常厉害的文学家 那也在邀请中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常来 晚上可以来试一下我们夜书店的氛围 对 也希望就是政府以后可以 多帮忙一下我们的艺文产业 对对 那让我们的那个阅读 能够更走入地方这样子 我们夜晚的书店除了书香 除了这个环境 你可以沉浸式阅读之外 我们还有特制了书店的特条 像这杯是火韵书香 那这个是草莓百分百 不只是我觉得我们单一的要推动 建书店本身变成 周末假日开24小时 我们在今年的 112年度的年度的追加预算 我们有提出了一个科目 这个科目我们暂定名称为 24小时书店 即文化创意商店的补助计划 也就是针对于书店 如果要开24小时 或者是某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基隆的 文化城市生活 有具体贡献的店家 我们就会愿意予以补助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城市不能只有量饭店 也不能只有便利商店 这是必要的 但是不能全部都是 我们需要更多 更好有创意 像我现在身处的这一家 24小时建书店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相信对于未来的市民生活 绝对是会有具体的帮助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会大力支持 有意愿营业24小时的书店 期盼基隆有越来越多 文化创意店家的参与 让书香气息 深入基隆每个角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感 基隆要持续进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争取预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最专业的郑文婷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言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蕙阿 头前是怎样 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麽? 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哦 你是说要花旧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快点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比较安全啦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敏君 我已完成登记民主金部党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身为市议员 我深深了解基隆市即将面临的现况和挑战 基隆市要持续进步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统人机的张敏君 慈云寺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近期全台各地都出现 协议库存量不足的情况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非常关心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 特别和基隆捐血站合作 发起捐血送百米的活动 鼓励市民好朋友踊跃 晚秀捐血 希望有效疏解血荒 什么都行 找你不行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 主委苏任何与议长通知委等人一起高喊 呼吁市民晚秀兼乐血 因应近期全台各地出现血荒 其中A型与O型血都低于安全存量 民党方面特别发起 兼血送百米活动 需要号召更多民众加入兼血行列 全台湾几乎一些血库 都欠血非常的多 不管什么血型 都缺少得很多 那有基于这样 所以我们本党 我们基隆市党部 跟我们基隆市议会的议员 那我们党团成员 就一起来发起这个 捐血一命一代 救人一命 所以必须要 什么都行 哪个血型都可以 少你不行 赖主席特别要求 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党部 都要配合我们相关的公益行程 让我们的党部可以 深入的做公益 让民众有感 感受到民进党的努力跟进步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口号 但是还不如大家卷起袖子来 捐出你的热血 现在血库 其实A型的血跟O型的血 都特别的缺乏 所以说希望呢 大家都共襄胜举 多多来捐血 捐血一代 送白米一斤 尤其我们现在 其实都有缺血的文君 所以也要诚挚的邀请 我们基隆市的好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响应 今天捐血的人呢 可以得到白米 很可爱的白米一包 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们呢 能踊跃出席 然后做爱心 呼吁基隆市民好朋友们 来捐血 来捐血 什么都行 少你不行 希望大家共襄争取 如果你平常就想要捐血的话呢 周一到周日 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 5点在我们信一路的14号这边 就有捐血站可以来捐血 活动现场获得不少民众响应 其中这位70岁的黄龙昌 虽然已经无法捐血 还是常来捐血站当志工 透过自身经验 鼓励大家加入捐血助人的行列 因为刚好在路上有看到这个宣传 那在宣传有看到这些欧型血 那刚好我是欧型血 想说可以来做社会的回馈 总共捐了1110次 7点7月就不能捐了 肩血非常的好 可以促进自己的心神代谢 又可以救人非常的棒 这项接血公益活动 最后供募集到100代血 让发起的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 相当感谢 也期盼能协助疏解血荒 帮助更多需要医疗用血的民众 记者张琴恒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联恩典在儿童节年假期间 特地在定内15号公园搭棚 办理一场名为公园野孩子的活动 充满孩子的嬉闹声 相当受到欢迎 也受到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和前副议长林沛祥赞虾肯定 联恩典表示 未来也规划不定期举办类似的亲子活动 增进亲子感情 孩子们玩到叫声和笑声不断 各种所谓旧时代利用现有器材 做成的各类型小朋友邮具 重新搬回公园里面 同样让现在的小朋友玩得开心 玩得尽兴 这是由基隆市议员联恩典 在儿童节年假时 结合暖暖亲子馆 暖暖图书馆 以及基隆市政府都发出公园科 特地在地内15号公园搭棚办理一场 名为公园野孩子的活动 非常受到欢迎 好 两只手都抱了 我想这个让公园野孩子 是一个最好来玩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游戏的方式 不管是滑水还有高空体验的 还有用箱子来打造自己的城堡的 格斗的 好像非常多的 那我希望今天在这样的活动当中 小孩子能够玩得开心 到现场参加活动的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志伟和前副议长林佩翔 同样赞下肯定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因为可以让我们地内公园 社区公园可以发挥到这么极致 让我们的小朋友有一个空间体验 DIY也好 像我们后面爬高也好 然后玩水玩球 然后还有做这个 甚至还有公共图书馆也来摆设书籍 我想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样子把我们公园社区 运用到极致 然后他们还要自己想 重点是他们非常用心 把这些活动都想出来 很多东西都还是自己设计的 并不是花钱来处理的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感动 全家人大人小孩一起来enjoy 来这边一起来欣赏 一起来共享乐 梦想天伦吃乐之外 也让小朋友好好放放电 分享自己家里有两个小朋友 所以知道放电的重要性 年恩典强调有孩子嬉闹声的公园 才是真正好玩的公园 未来也规划不定期 举办类似的儿童活动 也可以增进亲子感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中正区丰冷街 65项路口 发生两辆机车车祸 四人送医急救 而这个路段因为巷口多 车祸形态都一直上演 里长廖文雄 语重心肠 PO文反映 地方争取设置耗置灯多年都没有结果 呼吁市政府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这个路段的安全 一辆机车双载 全都重摔倒地 其中一名17岁的流行骑士 伤势严重 送医急救 我们95年次的流行男子 无照驾驶 从风能街65项 要左转往正信隧道的方向 那我们91年次的中信男子呢 是从正信隧道直走下来 要往中正路的方向 两车在吴浩志的路口 发生交通事故 根据警方初步的对这个事故的研判呢 两部机车在路口都没有做一个减速的动作 但是呢 相关的路权还是以转弯车 要让执行车为主 这起车祸发生在9号晚间 中城区丰仁街65巷口 两辆机车发生车祸 附近居民听到巨大声响 纷纷跑出来家门查看 而金融市议员陈宜刚好路过现场 赶紧下车帮忙救人 然后那时候呢 廖文雄里长也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一起协助 就是当时的车流量 就是一人去指挥一边 直到警方跟消防同仁 消防同仁救护同仁一起来 然后把这些车祸事故的伤患呢 送到医院我们才离开 回到事故现场 封忍街巷口相当多 当地里长廖文雄反映 这里发生车祸已经不是第一次 虽然前方下坡处有设斑马线 但没有闪灯耗制 只要车速一块 就会发生危险 这边车速很快 因为上面是下坡路段 然后来这边是平地 上面因为没有很多没有住家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是类似山路这样子 就会跑很快 可是来到这边的时候密度很高 然后巷口的数量也很多 这个不管上面那个路口 这个路口还有下面的路口 都常常发生车祸 其实我们希望说在上面的路段 就可以装置闪光耗制 或是其他的安全耗制 让民众知道说这个进入了一个 住宅的密度比较高的地方 它可以减速慢行 或是提高驾驶的防御心这样子 这个是可能是可以改善的一个方式 这太多次了 可是每次跟他们讲潮化线什么 没有用啊 你潮化线晚上你也看不见 你要有一个警示灯 晚上看得见 人家车辆会减速会怎么样 线路线条 常常人家都没有去很注意 都认为说过去了过去了 就没有注意去刹车了 而且下来的话速度快的话 这边向道常常会有些人没有注意 又出去送出去的 就这样 这已经影响我们出路两年多 都没有处理啊 那加上斜坡 斜坡那么斜直接就接入平地的话 每一个巷口几乎都出过车祸 对 因为那个车速几乎都很快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 没有光线的时候 大家都抽很快 从正信路口到公文街口 这一段大的一个下坡的路段 其实长期为封人街居民所困扰 因为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斜坡 所以往往车速过快 导致行人在行车穿越的时候 常常发生所谓的安全的一个事故 那我想近期我也邀请 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单位 以及执法的一个单位 到场办理会堪 不管是要设置排面 或者是一个号制化的路口 都希望能够减少封人街未来事故的一个发生 来保障我们周边居民 基本的通行安全 这几车祸造成市人受伤 送医急救 伤势最严重的17岁少年 经过开刀之后 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车祸造势原因 仍有在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 黄少民 金融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次回到节目 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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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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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